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呢,是React Native课程的第29期 本期的主题呢,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React Navigation V6之无头导航模式 咱们上期使用了Navigation组件 完成了两个页面之间的切换导航 对吧,但是有的朋友注意到 两个页面的头部是有一个头部信息条的 对吧,咱们可以点击左上角的返回按钮 进行返回,不过有的APP的需求 不希望有这个头部条该怎么做 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让咱们马上开始 好的,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只有一个Navigation V6的无头导航模式 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咱们按照惯例还是先看演示画面 大家请看,就是这个画面 比如说当我点击子画面的时候 大家请看,确实弹出了子画面 但是左上角的这个返回按钮不见了 而且头部信息也不见 再点击返回就能够返回回来 咱们就不用再点击左上角返回了 同时安卓也是一样 当我点击子画面的时候呢 进入到子画面 当我点击返回时就可以返回 今天呢,咱们就实现这个效果哦 该怎么做呢 今天呢,咱们要继续改写上期的Lesson 28组件 咱们增加一个设置 完成无头导航模式 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呢,就给您增加这个设置哦